字幕志愿者 以及社会大众公开致歉 他说因为酒喝多了 一时失控才会对母子施暴 整起家暴行为被po上网 只因为孩子买肉圆没加辣 就暴怒殴打企鹅 引发众怒 13号深夜 警方出动40多名警力 再家暴男子住家附近为安 人潮才逐渐散去 至于闯入家暴男家中 失暴的男子 警方也依法就办 动手徒手殴打 其父亲 造成其父亲脸颊受伤 这个部分其父亲是不提出告诉的 那警方人依社会秩序 为无法予以移送 家属表示母子遭家暴已经不是第一次 不过警方表示 先前查无家暴报案记录 这次协助申请保护令后 已经获得法院的裁准 母子也先安置在亲戚家 先跟妈妈跟孩子确认他的安全 这两天就安排跟爸爸来进行会谈 如果说暴力行为是因为酗酒而产生的话 我们会要求爸爸必须要去进行借饮治疗 妇女团体表示 受报者平均隐忍家暴七年才会报案 呼吁不该隐忍 强调现在的通报系统都有严谨的保密机制 呼吁受报者能勇于对外求助 记者新北市众好报道 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还有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的节目 希望透过这个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特别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制度 法律甚至是在文化方面等等的问题 在刚刚的这个新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大概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大家非常关切的这个肉圆哥 就是叫他孩子去买这个肉圆 那结果没有加辣 结果被痛打 不只是孩子被痛打 还包括他的妈妈 也就是这个肉圆哥的太太 也遭到这个他的老公 他的丈夫的这个痛 这个所谓的家庭暴力的事件 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儿童少年 或者是这些甚至更小的小孩的 这种所谓的暴力的事件 其实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这阵子里面除了看到这个所谓的肉圆 加辣这个事件之外 还包括在这个所谓的幼儿园脱婴中心里面 也看到这个小朋友被这个虐待 胜到这个小妈妈的这个事件 这些事件我们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伤心跟难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相关的统计当中 这个数字也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例如说根据会服务的统计 台湾每年大概有八千到九千名的这个儿少 受到身体精神性等等的不当的对待 那十五到三十名的这个儿少 受到家庭成员严重的虐待 或者是杀子 自杀自死 那其中六岁以下的儿童 占了这个八成左右的这个数字 那当然包括肉圆哥的事件 或者是小妈妈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引起了这个群情的激愤 很多人都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需要给他一些 应该社会法律 不应该去纵容这样的人 甚至有人会觉得说 在目前的法律 或是在目前的这个行则上面 不管是在处理的速度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惩罚的 这种所谓的量刑 其实都太少或太低太慢 所以他就开始有所谓的 湘民正义这个问题就跑出来 希望透过湘民的方式来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这个在家庭当中 发生的相关的这个暴力的事件 特别在儿少的部分 以及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家庭内部的冲突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现代妇女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陈淑芬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淑芬你好 大家好 吴教授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 事实上你们自己也做过 相关的统计跟分析 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 在台湾这种包括广义的来讲 家庭暴力的状况是怎么样 家庭暴力其实包含蛮多种 这个两兆的关系 那在这个亲密关系暴力 亲密关系暴力大概是我们家暴案件 通报最多的 它大概占了五成五到六成 都是我们亲密关系暴力 刚刚大家很关心的 儿少保 大概每一年也一万多件 一万多件 大概是占了一成三 那另外还有蛮大的部分 是在我们的其他亲属之内 就四亲等里面的 这个冲突家庭成员都加虐 那这个大概有两成五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 不管是他的形态是非常非常多样 即使在家庭当中 可是我们常在讲说 亲关难断家务事 这个所谓的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情 它通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或者是我们外界又怎么会去了解 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其实我们还是跟他们做一些 比较进一步的讨论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社工 那我们会去跟他们去了解说 过去他们家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譬如说肉圆霸的事件 那他整个发生事件的脉络是什么 那所以这个家暴史的了解 其实蛮重要 像我们看肉圆霸的事件 我们就觉得这件事 一定不是在这个家庭 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可能有蛮多次的这个状况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爸爸他就是 一再地去问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他也是 就是说他看来是想要怎么去应对 爸爸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加辣 他就是从在讲说 我是因为怎样怎样 然后妈妈也开始做一些 收正的动作 所以看来他们过去 是有一些受报的经验 然后也在想办法来自保 那孩子也希望在那个当下 是能够取得爸爸 能够谅解的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会觉得这是一个 在这个家庭里面 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 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发现这个小朋友 事实上他充满很多的 害怕跟恐惧 然后当他面对爸爸的这种 所谓的斥责的时候 有点点就在囚牢的 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事实上是一个 对小孩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暴力 就是说一般的民众想到家暴 就会想到就是说打人 殴打这件事 那那个肢体暴力是一个 比较明显我们所知道的 可是这样一直问一直问 其实他也知道孩子已经讲了 他也跟老板说 老板忘了家 就这样而已 可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相对人 就是这个答案如果不是他想要的 他就会重复的一直说 那会给这个孩子很大的精神压力 那所以这是一种精神暴力 那精神暴力常也是我们在看到被害人 他最痛苦的一个部分 所以包括有很多 我们很多个案跟我们讲 他的头发一定都要剪刘海 为什么 因为他的先生说有刘海 这样才是女生 或是我们曾经有一个个案 他每天都穿紫色的衣服 那我们有一个 为什么会穿紫色的衣服 对 他就说你是很喜欢紫色吗 他说不是我喜欢紫色 说我先生很喜欢紫色 我的衣服全部都是我先生买的 就是有很多先生他会去塑造 就是说他理想中 他这个女性是怎样 他就希望他这个老婆 或者女朋友长那个样子 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 日常生活上的一些控管 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些暴力 就是这个女性并没有来选择 他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 他的穿着打扮 或者他家事要怎么做 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除了这个所谓的精神暴力 或刚刚谈到肢体暴力 很多恐怕也是在语言上面的暴力 那这个语言的暴力 通常会有展现出 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比较常见就是像威胁恐吓 他可能威胁恐吓要伤害这个孩子 去照他的画作 或者是说他会说要伤害你娘家的人 那也是一种控制的手段 那还有比较常见就是这种 比较是贬义 就是会酸言酸语 酸言酸语 然后今天吃空心菜很喜欢吃 太太明天还是煮了空心菜 先生就把这个菜就扫到地上了 然后就会说你只会煮空心菜吗 等等 这样就是蛮多这些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有一些控制力 很强的男性 他其实生气没有什么理由的 每一种事情都会变成 他的可以生气的借口 或原因这样子对太太任何一件事 他都可以不高兴 举个例子或是我们看到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夫妻 通常是夫这个所谓的可能对妻的暴力 或者是亲子 通常是亲对子的这种暴力 当然比较常见 当然也会看到所谓的反过来的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是也存在非常多的 内部的权力的关系呢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这些暴力都是一种权力的控制 就是他要展现希望 当然他最终的目的 其实是不希望这个太太离开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务上有很多 很容易有这种危险情人的案件 就是他很容易怀疑这个太太有外遇 这样的男性 就心里的不安全感特别高的 所以亲密关系是很没有这个安全感的 那他就会希望说 太太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太太今天打电话给谁 跟谁见了面 那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些所谓经济暴力 就他因为太担心了 所以他觉得太太不要去上班 就我一个人赚钱就好 太太就在家里面 把孩子顾好 把家庭家务的事情做好就好 那有些是已经原 那我们也看过这个退休人 他可能就是所有的行动 都希望跟太太都是在一起的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亲友聚会 有男有女 先生有的人心里就是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场合有男有女 他也会觉得感到焦虑 那我们曾经有个个案就是说 他去跟着太太去聚会 结果他看到太太喝茶的时候 举杯拿起来的这个时间点 跟另外一个同桌的男性 同个时候拿起杯子来喝水 对 他就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打pass 是不是等一下要见面还是什么 然后他还包括像他晒棉被 晒棉被他就说 你是不是晒这个棉被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告诉你的care什么事情 很恐怖 对 所以其实在生活上 看到的是蛮多的 这种所谓的家庭暴力里面刚刚谈到 包括这个看得到的 例如说身体的伤害 或者是看不到的精神 或是语言的这种伤害 可是我们看到在通报上面 大部分会呈现的是一种 所谓的肢体的伤害 因为他可能会有验伤当 验伤当他可能会有所谓的外部的 这种所谓的受伤的痕迹 那但是这种所谓的精神暴力 或是语言暴力 我们怎么去了解或怎么去预防呢 其实一般通常通报进来之后 我们社工还是会问他说 那你之前还有什么状况是受报的 或者先生会不会规定你很多事情 不让你做 像这一类我们还是会去问他 到底有哪些 那当然就是说 被害人交了我们会讲 我们可能会觉得 你的那个被打的状况怎样 那很多被害人讲 其实打不是最痛苦的 很多被害人就说 那个其实先生每天就 问他这些事情 我们也曾经有那个先生 他每天回来都要交代先生行踪的 都要跟他交代你的行踪 然后先生说那你要有证据 他就说那我出门之后 我去Saven 然后就说Saven的发票要拿出来 去对他的行踪 就是说从很多个案去教我们 才知道说原来控制的手段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才会去问被害人 你有没有这样 你先会不会限制你 会不会说你去工作他会不高兴 那或是说会不会拿小孩子来 去限制你的一些事情 就是其实个案告诉我们这些事 我们后来才会去慢慢去问他们 那我们社工当很重要的是 不是光一个事件 我们会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脉络 然后还有家庭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那真正要去帮助他 可能不只是申请保护令 当然也很多个案 并没有申请保护令 他会需要一些其他的协助 有些暴力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能会来自于 他的经济的问题 例如说所谓的贫贱夫妻 不只是百事爱 可能那个冲突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有些的暴力会是来自于 他的生活经验 他的性格的问题 例如说刚谈到各式各样的宜神宜贵 甚至他可能是出于一种爱 出于一种爱 那爱常常会是变成是一种暴力 那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怎么去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归因 好像如果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其实好像比较能够去 去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如果这个暴力的施暴者 他其实是在过去的个人的养成 或是他生命经验 所造成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怎么去预防 或是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样的一种 所谓存在于内在的这种 所谓的控制的欲望 或是他某种的不安定感呢 其实如果是人格的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 像肉园罢的事件 他也有这个习惯性饮酒 可能有酒饮 那甚至我们有看到很多案件 是用药 用毒吸毒的 那像这些物质滥用 也会影响到的就是说 输神经 那你情绪的控制就会很不好 行为的控制力也会降低 判断力也会降低 所以像这些可能 我们就是需要他去 如果我们去跟被害人了解 他先生的状况是这样 那我们可能就是希望 有卫生医疗的人 来协助这个相对人 那他不是申请保护令就可以解决 但他申请保护令也可以 他可以加一条就是说 他希望相对人接受 医院方面的处域治疗 那可能他去做这个 戒酒的门诊 或者是接受精神的治疗 来改变他这些 或心理的治疗 来让他知道 相对人知道被这样 然后他进而会愿意去改变 刚刚有谈到保护令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那个肢体的暴力 保护令其实我们可以有 比较清楚的判断 可是刚刚谈到非常多 是在精神的暴力 原来是暴力上面 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暴力的形态 或是这种所谓的受压迫的形态 政府或是国家 或是社工待会有办法去介入吗 有办法去提供保护令 来保护这些当事人吗 这个部分就是说要收证 我们也是希望他 这个被害人 他可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那我们这几年 其实也一直在跟司法的人员 跟法官 宣导一个概念叫做高压控管 就是他可能不是肢体的暴力 尾多是像各种控制的手段很多 那他可以把这些状况写下 而且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很多个案就是忧郁症 很多小孩他也忧郁 他没有办法去上学 或是上学他很焦虑 有的孩子就是那个指甲 都咬得这样烂烂的 我曾经有一个个案的小孩是这样 那这些都会有一些 生理的状况我们去 然后也会请一些 可能专家的证人 看了医生 精神科医师 或者是他有心理治疗的人员 他们会出庭来 去跟法官来说明 那这也是一种 比较间接的证据 那当然就是说 他也可以把这个 他谈话他的要求 然后他辱骂他 或贬义他这些东西录音下来 那录音当然也是一个 比较明确一点的证据 可以给法官来做一些 审判的参考 那的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所谓的 肉圆哥或者是肉圆加拉 这个世界当中妈妈 他其实是透过这种 所谓录音的方式来进行自保 可是在这录音的方式 进行自保 其实透过媒体 又把这个东西给公化 那这个自保的过程 跟公开化之后 其实又造成了某种的 新的暴力的产生 可是这种以暴自暴 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现有的这个法令当中 很多人会其实说 这个法令的速度太慢 这个刑则太轻了 所以甚至有人主张说 虐儿就要去主张 这个应该去处于处于死刑 可是真的用这种所谓的 言行句法 这个在家庭内部的问题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谈这个过程 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台南发生一岁多女童遭虐死案件 社会群情激愤 日前民众展现 乡民的正义 包围台南地方法院 也有立委呼吁修法 加重虐童的刑责 而网路更出现 而虐者唯一死刑的呼声 不过历经基金会 以及多位专家学者提醒 加重刑度 嚇阻 效果有限 社会必须看见 而虐发生的原因 依据卫福部2017年统计 而虐案件施暴的加害者 有5.8%是未满20岁的青少年 意外怀孕的少女 往往背负道德压力 不知道奶粉尿布钱在哪里 而统计失虐的原因 缺乏亲职教育知识排行第一 接着是情绪不稳定 息于体罚或不当管教 亲密关系失调 以及经济因素 那我也没有反对 目前刑法里面 确实我们可以再去调整的行动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它绝对不是 儿虐的唯一解法 这样太便宜这个政府了 那再来 法务部它也没有办法去介入 比如说幼教或者是国小教育 它也没有办法去管医院 所以它有很多的部分 是需要跨部会协调的 这家认为儿虐防治不是无计可施 但政府应该整合医疗司法教育资源 成立跨部会的政院级儿少保护办公室 才有办法统整 卫福部教育部法务部的儿少保护机制 行政院回应 早已成立儿童级少年福利与权益推动小组 由多个部会派出代表担任委员 接着最快二月就会举行会议 将加紧脚步扮演补足社会安全网的角色 记者黄金郭俊玲台北报导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 这个我们非常关注的 这个有关额虐家暴等等的问题 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这是现代妇女基金会的副执行长陈淑芬 淑芬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有聊到在这个露元哥 就是骂完加辣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的妈妈某种程度上面 就像你刚刚在上段后面所说的 她其实透过了自己录影的方式来自保 那当然这个录影的方式自保 其实有一些争议 这个争议就是说 好像政府没有什么方法了 或者是她没有什么方法 她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她 就某种程度她的确是一种自救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自救的结果 其实引起了群情激愤 群情激愤也是很正常 我想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画面 她都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当然她就会开始出现 所谓的以暴自暴的这个方法 也许以很好的方式 可是她却反映出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非常的关注 可是这个关注之余 恐怕一个东西可能要再去厘经 或是必须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对这个家庭真的好吗 对这个小孩真的好吗 把这种所谓的家庭的事情 好像不得不必须要把它公开化 公共化 可是公开化 对于这些家庭成员 她有没有办法去承受 这些后面接踵而来的 各式各样的关心也好 或者是其实她 未来可能会必须要面对更大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的眼光 对 其实把它公开化 其实又满 我会觉得就是说群众不能容忍暴力 那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当然我们不希望达容忍 我们都希望暴力零容忍 但是知道了有这个暴力的事件 到底要怎么办 那当然这次事件我们就是说 一定是一再要呼吁 以暴制暴一定不是我们希望群众能够做的 那但是大家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她的帮忙譬如说收集证据 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去劝导这个相对人 那或者是说也许她在同一个邻里里面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如果不用暴力的方式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也许可以跟里长来做一些商量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安全网 安全网的一个方案里面 里长也有一些帮忙 对于这个家庭其实她是熟悉的 那她可以跟相对人做一些劝导 那这个部分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民众 其实是各行各业的 像我们刚刚讲家暴的原因非常的多 也许她可以提供的是 这个如果是一个失业的相对 她可以提供一些工作机会 那或者是说 她可以是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 你看她可以去听一听相对人的委屈 或是在这个社会上感受到的挫折 那这个也会对这个家庭其实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民众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更多而且是非暴力的方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刚刚老师你有讲到就是说 对这个被害人跟这个当事人会有很多的影响 我曾经有一个个案就是说 她的这个资讯公布了之后 后来这个甚至相对人也PO出他们判决的东西 把对方的个资都暴露出来 那就很多人打电话去给这个个案 骚扰他 甚至那个有很多什么性邀约 就是会一直对这个被害人有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也有一些就是亲友就会把他 那个亲友跟这个相对人两个互呛啊 骂来骂去 那这个他的亲友就跟这个被害人讲 最后这个相对就是威胁了他的亲友说 我要把你的孩子 你如果再一直这样子帮我老婆 你也不听我讲的话 那你的孩子你也要小心了 那后来这个他的表姐 就跟这个被害人说 那我没有办法再帮你 他现在居然连我的孩子都威胁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孩子 那搞得这个被害人的支持系统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就是网络或是平台 其实是很发达 那我觉得当然也有时候 这个谁能载舟亦能覆舟 就是也会觉得说 其实如果让这个被害人的支持系统越来越少 或是造成他生活上很大的困扰 跟这个甚至有很多人对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会去留言 那譬如说这个肉园事件 这个妈妈就讲说怎么还来出国啊 一个月要先给他多少钱拿出国 那我觉得也会有很多人用一些片面的资讯 就去攻击被害人或者攻击这个孩子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最不乐见的 不管是这个妈妈的这个拍自拍的这个自保 我相信他可能某种程度是一种 也许是求助无门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所谓的 很多的民众群情激愤 甚至要用以暴自暴的方法 那他其实都反映出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在整个社会安全网 他出了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他可能不知道 或是他可能曾经做过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个可能是就像这些 这些所谓的群众的这个激愤的群众 他所说的 这法律实在是判得太轻了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处理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我就只好要好好的去教训他 那这是不是也代表我们的法律 出了某些的问题 或者是说甚至有人主张 我们就有虐额的事情的话 就应该处以死刑 这样子真的能够去解决问题吗 其实当然法律是蛮重要的一块 但它也不会是全部的答案 像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这个法律的问题 如果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很多精神暴力 那除了肢体暴力 我们能够验伤 那可家暴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它的伤害都不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大部分的家暴的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它都是可能那个很小的伤 一公分乘以0.5公分之类的 我们看很多被害人的验伤 但它都是很小的伤 那到重伤害 或者到致命的案件 那个大概都是一百个案件以内 就是说它的数字其实是比较小的 那所以用这个一般法律上 要去改变这些 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它也要去横拙说 其他的案件同样这么小的伤害 它不可能把光家暴的部分 提到很高嘛 就是在刑法上面 我想那个刑法的专家 一定也会有其他的考量在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就是这个精神暴力 它在法律上也没有刑责 你这个在家里面觉得 嫌太太的菜很难吃 然后或是一天到晚羞辱她 那也不一定 她也不是公然侮辱 她没有在大庭广众下 去侮辱她的太太 所以这个可能也不见得有刑责 所以一个是这个刑责的部分 这个精神暴力是不是要有相关的 刑的罪名来配套 那这个是 也许这个是可以去讨论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还有很多的这个面向 并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像这个被害人 相对有这个精神疾病 或者酒药营 它可能是要医学方面 医疗方面来解决 或者是要有性理卫生的人员来帮助 它不是用法律 就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可是这样听起来是有点无奈 就是在法律没有办法解决 一部分是因为它认定很困难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认定 它恐怕是不是最要到 那样的一个行责的这种 所谓的重度 恐怕也会有一些疑虑 有一些争议 甚至有些它可能连判断 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疑虑 那如果有办法解决 那那怎么办呢 现在的社会安全网 那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因为现在社会安全网 第一步我们目前 其实它是三年计划 那去年到一年过去了 那现在政府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是在补充社工的人力 那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提到 这个家暴案件这么多 你补充了一千个人力 两千个人力 三千个人力 到底能够帮助多少家庭 那问题又这么复杂 所以除了补人力之外 我们比较期待就是说 一个网络的合作 是要怎么建立这个机制 那它才是一个安全网嘛 才可以把大家都拖住 那所以包括警证 警察的部分 应该是不是说 像这个这么危急的案件 像我们刚刚肉圓哥 他那个当下如果非常危险 有人报警了 那是不是警察 或者有一个团队 就是可以到现场去 我们看到有些国外的团队 他有警察去 有社工 然后有精神科医师 有工卫护士 一起到现场 那太太 先生跟小孩 都要有人个别跟他们分开 分开然后跟他们谈话 看看他们的安全状况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很那个 情绪的焦躁要需要一些安抚 然后如果真的要申请保护令 警证后面或者社工后面 就可以来协助被害人 来申请保护令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要有其他的人 精神方面 或者是心理方面 有一些其他精神医师的评估 那也可以有其他资源进去 所以这个网络合作的机制的建立 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是 其实是需要一点经营 因为光叫警政设政 你要合作 不见合作 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些机制 然后也要知道就是说 一个我服务这个家庭 那但这个家庭可能有经济问题 他还需要社福中心的社工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家庭同时有那么多个社工 在协助呢 所以这个也会需要我们政府 设计一些系统 让我们系统内的人是可以 可以联络 就是在这个电脑上 我们就知道 这个家庭有另外有社工 我们社工就主动 可以沟通可以合作 来一起讨论 共同的一些处域计划 来帮助他们 不过这听起来蛮困难的 我说的蛮困难 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团队 然后这团队里面 必须要有某种的 然后这团队必须要有很多的专业 可是我们知道 在政府的部门当中 你刚刚谈到社工 设政跟这个警政 事实上有时候 他就很难去合作 其实也不止如此 光是政府的社工部门 他的不同的科资 要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有时候也非常非常困难 现在的做法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往你刚刚谈的那个部分 去迈进去改善 现在有亲密关系的 这个在通报的时候 亲密关系案件通报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个 危险评估量表 那他就是会去看看说 他如果是一个高危机的案件 我们就会有一个 安全网的方案来列管了 那警政 设政 卫政 我们就要合作 那目前这个方式 大概从一百年 就有在执行 在高危机的案件 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那我们高危机案件 大概就是我们亲密关系暴力 通报的一成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 这样的比例 那我们也有一个系统 就是通报进来之后 警察一看 这个是高危机案件 他就知道这个区域 他要找哪一个社工 他就会打电话过去 我们就会做一些讨论 然后如果这个 家人里面是有精神疾病 或者有自杀的通报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 危险的人员 对 或公卫护士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 他们都会分头去访市 那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也花一些力气去 有共事营 或是说平常我们要建立一些关系 大家可以一起来谈谈个案 那我的经验是说 只要是为了这个案家是好 为个案是好 大部分的实务工作人员 是愿意合作的 是愿意合作的 那但另外就是说 那我们政府比较喜欢 由上而下的方式 那这时候比较容易反弹是说 你如果都由上而下 那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像我们基金会 现代妇女基金会 就是我们在台北市 达安文山区 我们就是会跟网络 我们自己是由下而上 我们就自己是自动自发 去跟很多单位合作 每一年我们会这个社工会一起来 来办这个一些活动训练 然后互相聊 这样才有可能说 大家平常就有关系 那有事情的时候 有关系就会很容易 产生一个合作的效应 去年我曾经去协助 这个嘉义县政府 他们其实有一个 暴力零容忍的一个计划 然后去做一些社区的宣导 然后也跟这个社区的居民 我们去看到一些家庭 社区会不会是另外一个 比较能够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你刚刚谈到高风险 也许可以快速的合作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处理的话 那个问题会非常严重 可是有些是可能是一些小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刚刚谈到 是一种心理的上面的问题 例如说他需要有人陪伴 他需要有人聊天 他需要某种情绪的宣泄 社区是有可能去完成 或者是协助 这个所谓的暴力问题 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高危机的部分 比较有一个合作方式 刚刚您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 比较中低危机的 它确实现在目前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 整合的方式 那这几年是有一些县市 有推这个邻礼 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力量 那譬如说有一些社区发言中心 那或者是说礼干事 或是礼长 村干事 礼干事 对 他们也可以去有一些 家暴推动的方案 家暴预防性的这种方案 去宣导 那台北市也有去宣 去教这个礼长有一些同理心 助人技巧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协调 婚姻关系的协调 或者是说去像我们刚刚讲说 是不是可以去听听相对人的一些心声 让他也可以 他的委屈也可以说一说 情绪上能处理也许也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朝一个方向 是既然我们的这个社会正义哥这么多 是不是有更多人愿意来投入社区的一个家暴房 这些可能有一些队伍或是什么 然后可以分工合作 在哪些案件可以做哪些的工作 那但这个目前我们都没有 政府都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要怎么做 所以社会安全网的方案 可以有更多这方面的努力 这一个如果投入当然也不是到社区里面去以暴自暴 那个其实是另外一种恐惧 另外一种这种所谓的暴力 而是说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会儿多的暴力 是因为我们大致上来讲 都是处在一种比较疏离 或者是我们其实老死不上往来的状况 所以我们连邻居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太知道 另外很大原因是可能是来自于 整个社会的结构上面 这种所谓的这种高度资本主义社会底下 大家其实都为了要求生存 所以自己都活在一个非常焦虑跟紧张的 这种所谓的情况当中 所以他必须 他可能有时候必须要采取比较暴力的方式 去宣泄他的情绪 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宣泄情绪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去看 我们社会关系是什么 我们要去看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来别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吃过了时间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息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誓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